近年来 空军瞄准一流人才 聚焦 经招精选 2023年 招飞录取数字量创历史新高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军事线初飞 符合歼机机身体标准学员占比大幅提高 今明两天 空军多架月二零飞机 从石家庄 济南 南京 长沙和成都五个登机点 集中运送新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今天上午 长沙自为第一批出征地 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刚刚发回的现场报道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 来自中南五省区的2023年度 空军新陆局飞行学员在这里集结出征 他们即将登上运二零飞往长春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现场我们能看到我们的飞行员是身穿飞行服 搅动飞行靴 胸前佩戴有大红花 那么要特别介绍的是他们胸前的飞行员标志 还有一侧挂有中国航空兵字样的臂章 这个是学员们心中的最爱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崇高的荣誉 那么今天他们已经不再是一名高中生了 他们的新身份是空军飞行学员 我们随着队伍往前 中国红的出征门 仪式感满满 那么两侧的大字呢 郁郁深刻 写笔从容 家乡家人骄傲 英机长空 强国强军有我 18岁的他们满载着青春和梦想 他们通过出征门 竹梦空天 那么再过几天呢 也就是26号到30号 26号到30号呢 即将迎接他们的是最豪华阵容的开学典礼 2023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长春航空展 经常起是不是感觉 荣誉感直接拉满 而且呢 先进的装备 也可以让学员们一次看个够 他们将会作为空军新飞行学员 会坐在全场最靠前的位置 来感受人民空军的强大力量 那么现在呢 我身后三架运20已经蓄势待发 这也是学员们已经期待已久的现场 人民空军勤力入列 那现在呢 我手中拿到的就是 今年学员的专属登机台 打开之后呢 上面有名字日期 航线呢 是青春梦想到竹梦空天 航班是奋飞号 那么620自2016年入列以来呢 已经飞复到全球各地执行任务 航级呢 是遍布各大洲多个国家 它是空军的战略性 标志性 引领性的装备 那么今年呢 为了让学员在飞机上 能够有更好的体验 620也特意做了一些准备 这一次我们加装了二层地板 然后把座椅都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还做好了氛围营造 扎上了一个宣传电视 给我们新学儿来来了我们制作的精良的宣传片 不忘初心 努力前行 相信未来就是你们的 第二年还特意给学生们准备了一套明信片 叫做注梦之间 正面的是扶摇直上9万里 那么这里面的每一张明信片呢 也都记录着运20的奋飞行李 来激励学员们不忘初心 以这个青春热血来束手空天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特别制作了昆蓬矿泉水 上面呢是写有飞机满边 信念满格 站立满舱 答卷满分的字样 那么这司满呢 不仅是昆蓬团队的自我要求 也是在激励着学员们能够向战而行 卫战而飞 另外在今天呢 还有一个惊喜 就是被评为时代楷模的空军航空兵某团 飞行二大队飞行员 穆特番艾蒂也来到了现场 他是空军轰6K飞行员 那么他所在的大队呢 是人民空军首批组件 首支参战 首力战功的轰炸航空兵大队 那么他从小呢就有一个信念 是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战斗 那么在十年之前 他如愿成为了为祖国战斗的飞行员 那么他作为今天这批新飞行学员的大师哥 他是带着任务来的 第一个任务就是来迎接我刚毕业的小师弟们 第二个任务呢 就是带他们出征 一会儿我们就到长春空军航空大学 报到 有句话我想送给新的学员们 海阔平衣月 天高热鸟飞 坚持自己的梦想 一定会达到这种的目的 希望四年之后 我们能够成为战友 共同守护我们祖国的空天 木塔发艾利还将会在飞机上呢 为学员们讲述自己的一线战斗经历 这也将是这些厨英们最好的 单听第一课 昆蓬展示九万里长空无牙任国机 加油 向未来 飞行员是空军战斗力的主体 招飞选拔是空军战斗力生成的基础性 源头性工作 今年空军分别在成都 长沙 石家庄等城市设置登基点 组织2023年新录取飞行学员欢送仪式 并使用运二龄飞机运送学员 赴空军航空大学入学报道 让新飞行学员们在昆蓬前书写凌云壮志 在蓝天下强化使命初心 我们的记者冠月就在成都站的登基点位 我们来看他们今天稍早前从前方发挥的报道 这里是西南某军用机场 今天上午西部各省区市新录取飞行学员 将要在这里参加入校报道欢送仪式 同时呢将要搭乘国产大型运输机 运二龄飞赴空军航空大学 那此刻呢伴随着冉冉升起的朝阳 新学员们已经整齐列队 开始有序的通过安检 他们青春洋溢意气风发 其实呢上个月他们还在高考的考场上 为梦想执笔 此刻已经即将开启奋飞蓝天的新征程 我们也相信昆蓬与雏英的相遇 也是一场志在蓝天的缘分 人民空军奋飞新时代 在天新力量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手中拿的正是今年新飞行学员的 录取通知书 还有登机牌 他们不仅仅承载着沉甸甸的梦想 还有很多个新 那这第一个新就是有新意 录取通知书打开之后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立体结构的空军航空大学的一个主体建筑 还有六架歼20元素 那这第二个新就是创新 首次运用AR技术 手机扫描登机牌上的二维码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动态展示的校园建筑的画面 听到隆隆战机的轰鸣声 聆听前辈寄予 欣赏到振奋人心的笑歌等等 那这第三个新呢 就是用心 录取通知书的左侧寄予上面 也是写满了对新飞行学员的殷切期望 同时今年成都招飞选拔中心 还特意为新飞行学员准备了两枚 就有着成都客色的纪念徽章 可以说这一切用心的安排 仪式感满满 现在数价运20飞机已经准备就绪 宽送仪式结束后呢 飞行学员们将走过出征门 登上运20坐着昆棚上大学 那在出征门旁 我们看到分别摆放着 相称称荣誉的金头盔 还有航空飞标奖杯 那伴随着人民空军战略 转型的步伐 我们也相信这些能够 进一步激励着年轻的新飞行学员们 立志空天追求卓越 成为制胜未来空天的尖刀利刃 为强国强军事业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从7月19号开始 空军使用数价运20飞机 分别从石家庄 济南 南京 长沙和成都五个登机点 集中运送2023年度新录取飞行学员 到空军航空大学报道 昨天一批来自四川 云南 新疆 等十个省市区的新飞行学员 已经顺利抵达吉林长春 这里是新南某军用机场 今天上午西部各省区市的 新录取飞行学员 在这里参加入校报道欢送仪式 并且即将搭乘运20 飞赴空军航空大学 我们也相信昆鹏与雏英的相遇 定是一场志在蓝天的缘分 人民空军奋飞新时代增添新力量 在成都登机点 来自四川 云南 新疆等 十个省市区的新飞行学员 将乘坐运20 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道 欢送仪式上 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 与新飞行学员展开互动交流 分享成长经历和飞行故事 希望他们能够用昆鹏的坚实臂膀 为他们保驾护航 点亮他们军力生涯的第一站 然后也希望他们以后 能够像昆鹏一样 扶摇直上九万里 飞得更高 飞得更远 不能辜负我的新春 我要辜负小华 为国家的国防建设做贡献 为了激发新飞行学员的 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 新飞行学员还收到了 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 登基牌和纪念徽章 我希望在他们内心埋下一颗向战胜战的种子 激励着他们在未来赶打必胜 勇往直前 亲爱的新战友们 我是空军运二林机长 欢迎加入人民空军 让我们一起用飞行来定义自由的高度 和勇者的舞台 以纷飞之我 守万家灯火 以青春之我 担时代重任 经过数小时的飞行 满载着梦想与期盼的 运二林抵达长春 此刻我们看到学员们 正在有序的离析 在未来 他们将如昆鹏一样 扶摇时尚 早日成长为 判当强军重任的蓝天飞食 二十年前 我就是从成都招飞入伍 到长春空军航空大学学习 二十年以后 我作为机长 能够送现在的学员 到航空大学报到 我自己也很荣幸 希望他们未来 能够沿着航季 冲破云霄 能够迎着风暴 奋斗拼搏 祝他们在未来 高飞远航